我們在講司法制度 統稱法律制度 我們這個法律制度在回歸前 一般的想法就是我們有不同的法律制度 所以在回歸之後這個法律制度 不同的法律制度應該繼續存在 繼續運作 在重點方面可能在回歸前 在這方面是著重了很多 對於一國裏面的整體性 國家憲法 或者香港基本法下的一些運作情況 就落幕了那麼多 所以加上這十幾二十年內地的發展 經濟 以及在一些法律裏面的發展進度 可能跟香港的情況是越來越接近 或者在某些情況裏面有點差距 在這方面可能香港人不適應